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怎样给孩子定规矩吗? 让我们来看看杨媳妇是怎么做的 这貌似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但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会不会有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清楚如何给孩子定规矩呢? 所以今天我想聊一聊这个话题 想起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目睹了杨媳妇的做法 让我很有感触 因为至少我还做不到他这样程度的给孩子定规矩 今天全家异性戏口人去海边玩耍 当他海边后杨儿子和杨媳妇开始支撑杨伞 一切准备工作就去后 杨媳妇开始给两个大男孩定规矩 其中一个是十一岁 一个是十二岁 两个小家伙是跟着他们的爸妈在一起的 一共是四个孩子 规矩只有三条 一 马修 你必须随时跟着伊赛亚 伊赛亚大马修一岁 二 马修 你可以进水里 但是水的深度移到你的胸部为限 如果我发现你入水超过你的胸部 我将立刻把你从水里拉出来 然后就只能待在岸上陪弟弟和妹妹 三 你们两个男孩看到我身后这个雕塑吗 就是这个雕塑 你们离开的距离 以可以看到这个雕塑为限 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个雕塑了 就说明你们已经超出了被人许的范围 必须马上返回 否则你们将同样双双待在岸上 不允许离开我们的身边 想想看 我们通常是怎样定规矩的呢 至少我有可能是这样定规矩的 孩子们 听好了啊 你们都不得进入深水区 你们不得远离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 你们两个必须随时保证在一起 不许分开单独行动 亲爱的朋友 你看到气候差别了吗 感受到有什么不同了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 养媳妇的规矩呢 是量化的 可操作的 容易遵循的 而我的规矩呢 是泛泛的 并不容易遵循 所谓的 我说你犯规了 你就犯规了 我说你没有问题 你就没有问题 因为生杀大权 操纵在我的手里 这就好比我曾经看过的 看到过的一个网络文章 我们的小学生守折 有着N条之多 但呢 都是泛泛的 貌似你都应该做到 但是呢 你并不知道 哪个程度 才是真正的做到了 你也不容易清楚的做到 哪个程度 算是遵守了守折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哪天我得闲的时候呢 我找一下 我们的小学生守折 和国外的小学生守折 对比一下 我再分享给你哈 我们从小到大呢 应该就是生活在这样的规则里面 我们从学校还是到家庭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在想 这是不是造成了 今天我们富足的国人 走出国门以后呢 却被世界公认为 不守规矩的民族呢 我只是在聊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当然相信 我们的国人 也同样有着大把的 懂得守规矩的人 所以我在想 定规则 就应该尽量给出 明确的物理界限 也就是可以量化的界限 这样呢 才可以让遵守的人 更容易去遵守和执行 最后呢 我祝愿我们的国家 祝愿我们的国人 在不断的物质财富积累和成长的过程中 会越来越完善和美好 好了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你的陪伴 祝愿你的生活越来越顺心如意 欢迎你继续收看我为您准备的其他节目 也欢迎你订阅 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